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自从秦刚外长和傅小田女士 这个事成为公共事件以来 海内外的媒体终于等到了世纪大瓜 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天天在那喷喷喷 但是这媒体的喧嚣背后非常的遗憾 缺乏对人性最基本的尊重 缺乏对两个陷入爱河的人 最诚挚的祝福 这一点让人感觉到事丰日下 国不将国 那今天我们节目开头 就用一个不同的开始方式 我们为秦刚外长和傅小田女士 献上一首歌 那就是香水有毒 这首歌 自柔自情自性 他和我在看到傅小田女士 在采访秦外长的时候 两个人以美国白宫 作为背景 两个人情意款款 深情对白 两目对望 那里面都是甜蜜 在这里我们也为他们二位 献上我们最好的祝福 祝愿他们有惊无险 顺利过关 忠诚正果 再生贵子 当然以前有朋友也说 觉得听我唱歌 做新闻可惜了 咱们就再试一把 您要是觉得我做新闻可惜了 您就在下方留言 我下次节目再给大家唱一首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女人 她说我是世上最好的男人 我为她保留着那一份天真 关上爱别人的门 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女人 把我变成世上最笨的男人 她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当真 她说最爱我的唇 我的要求 我的要求并不高 但我像从前一样好 可是有一天 你说了同样的话 把别人拥入怀抱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是我彼此犯的罪 不该嗅到她的美 只能偷偷掉眼泪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是你赐给的自卑 你要的爱太完美 我永远都学不会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聚焦海内外媒体 对青刚和傅小田事件的进一步的分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著名的专门作家 Joss Rogan写了一篇文章 里面有很多的亮点 那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情绪和观点 和其他西方的主流媒体也有相通之处 那就是他们通过青刚 消失整整三周多这个事件 看出来 中共仍然是一个 以隐瞒 以封锁为能事的这样一个政权 还没有摆脱革命党的那样一个工作习惯和习气 你看有哪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消失三个星期 最高层官方 只字不提 不予回应 这种情况在现代国家是极其少见的 但是在中国 它却是正在进行时 所以这一点是Joss Rogan和其他西方主流媒体相同的一点 但是在他的文章里 仍然有很多独家的消息和独家的判断 比如说 作为华盛顿邮报知名的专栏作家 他自己有很多很高层很独特的信息源 有很多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告诉Joss Rogan 他们认为秦刚和傅小田的这个婚外情啊 是可信的 当然无法证实 不管怎么样 不管和傅小田的事情是真假 秦刚都已经成为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那在美国的这些同僚看来 秦刚到底是能力过人 才华出众 还是敏然众人意呢 Joss Rogan用了一个词 叫Marginally Talented 有些才能 但是不大 非常非常的有限 这样一个 那秦刚到底是不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呢 在Joss Rogan采访的美国官员里 他们对秦刚的评价 这个词很有意思 叫Marginally Talented 有些才华 有些才华 但是很有限 他能够上升 成为一年之内 连拔三级 主要是因为跟习近平的个人关系 这里啊 这要说给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那就是 秦刚的老婆 自己亲手做的月饼 送给了彭丽媛 从此起后 秦家就和习家成为了默契的好朋友 秦就进了习近平的个人小圈子 这 恐怕是秦能够连拔几集的一个关键原因之一 当然很多情况下 我们的观众朋友 或者说那些搞国际政治研究的这些学者们 往往轻视这种因素 什么送月饼 他有些时候 他就是能起到四两拨千斤 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尤其是在中共这种体制内 我坚决不认同像复旦大学的张维为这种烂人 所做的研究 说中国的官员提拔体制和国外比起来 叫meritocracy 是任人危险 他不是面对海外媒体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吗 说我们中国干部选拔体制是任人危险 这跟西方 胡兰搞群带关系 那搞黑金政治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 可以辩证的说 西方的腐朽也不能证明你的光荣伟大政权 中西方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很多时候 东方中国这个儒家社会 儒家传统培养起来的 这样一个官僚提拔和培训 这样一个制度 未必比西方能轻强出多少来 那 赵索沃根把月饼这么个事写进他的专栏 我认为说明他是懂中国的一个记者 懂中国的一个专栏作家 那很多时候他就是这样 那根据我跟北京这些老领导的交流 那你说蔡奇 怎么就 稀里哗啦 现在进了常委 能力那是极其之差 从来就是只给老大丢脸 不给老大长脸 但是为什么习特别信任他 这里面有各种复杂的因素 但同样有一些译文趣事流传出来 你看 国母不是著名歌手吗 当蔡奇在北京市委当书记的时候 一把手的时候 人家就有意的安排各种场合 和国母一块唱卡拉OK 那国母唱起来 那当然是这个新花弄放 自然也就把这个小菜子 蔡奇拉进了他们家私人的小圈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不管是秦刚 月饼这个事 还是蔡奇 卡拉OK这个事 他都反映出习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用人 他喜欢用家臣 就这个人不但要能力 他觉得能过得去 关键是他要熟悉 和他还得有一定的个人情谊在里面 这个是习用人的一个特点 那包括李强 李强原来不是他的大秘吗 秘书长是吧 如果不是这么一个职务 习也不会把国务院总理 这样一个二号人物的位置 交给李强 那既然提到了松月饼 提到了卡拉OK 咱就往下说一说 那这实际上是中共体系内部 上行下效 义贯之的一个风格 大家还记得在陕西 破坏了我党 龙脉的那个陕西省委书记赵正勇 对 赵正勇 他当上陕西省委书记之后 改变了陕西省委省政府 很多人的业余爱好 什么意思 他喜欢打网球 原来在陕西 在西安 打网球只是一个贵族活动 不是所有的干部都喜欢打网球 人家有的喜欢打乒乓 喜欢打篮球 发现赵正勇 新来的省委书记 喜欢打网球之后 陕西省委省政府 新安市委市政府 高中低层各级官员都开始改打网球 你要和老大保持一致吗 要和他的爱好也保持一致 那更关键的是你改打网球 就能某种程度上 可能和赵书记成为球友 那根据后来中纪委派出了调查组调查很多媒体的报道 赵正勇在陕西期间 跟他经常打球球友 人数高达70多人 你说70多人里的话 我估计只有不到五六个 可能原来就喜欢打网球 后来都是因为想巴结赵正勇 才改打了网球 从这个角度看 上上下下下下下上上 大家都还是以能和自己的老大建立私人关系 成为他家族的一份子 作为晋升的一个诀窍之一 那从这个角度讲 秦刚就是这么一员 也是用这个方法 获得老大的信任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秦刚年纪轻轻 连拔好几级 原来他只不过就是外交部 李宾司的一个司长 在很多其他地方做过大使的这种职位 和这种 衙门口非常深的外交部这种部门来说 他是一个异类 那里面鱼龙混杂 老奸巨华的人是比比皆是 人家比他资历深 比他能力强的 恐怕也有 但是 怎么能被老大看中 能够短短时间之内 能够连爬着好几级 那真是可遇不可求 那这样弄的话 秦刚就很招人恨 那据这个教书跟着说法 秦刚的头号劲敌啊 就是王毅 王毅为什么恨他 很多人说 王毅是他的点头上司啊 那有什么好恨的 他管着这个秦刚呢 哎呦 事情可不是这样 那 王毅本来应该是管着秦刚 王毅现在是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的这个啊 这个主任嘛 对吧 实际上他管不了秦刚 因为秦刚有老大啊 在后面撑着 他未必把王毅放在眼里 那更关键的是 秦刚这个提拔的速度啊 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弄到了国务委员 那再往下很快就要进政治局了啊 再往下进常委都有可能 那你说王毅心里 他是着急呢 是着急呢 他还是着急呢 哎 所以啊 坊间流传的这个说法啊 啊 就是 秦刚 在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里得罪了人 这些人啊 等谢大使一到位以后 哎 早不提晚不提 早不告晚不告 趁这个时候 把秦大使当年和傅小田的关系啊 汇报给了上级 那上级不敢怠慢 赶紧就得汇报给管外市的最高首脑 那就是王毅 王毅看到以后 你说能不大喜过望吗 那当然了 哎 这里面而且不是造谣啊 不是瞎编 他确实和傅小田啊 有一腿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说秦刚啊 是他自己的掘墓人啊 上面得罪了 王毅下面得罪了自己的下属 否则为什么你前脚走 人家后脚就告你啊 对不对 那更不用说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同僚啊 你比如说国家部的很资深的副部长 马兆旭啊 正常情况下人家就该提部长啊 愣是没提啊 让这么一个年轻轻轻的 秦刚排到了前头啊 让这个接近白发苍苍的马兆旭 要向他汇报工作 你说人家的资历不够吗 人家对党国的贡献不大吗 难道就因为你老婆会做月饼 我不会做啊 我就不能啊 顺利的按照党内的这个论资排备也好 还是党内的程序也好 还是什么考核体系也好 都该提拔马兆去了啊 结果老大自己非得提拔秦刚 那这种情况下 你说他的同僚 是不是很憋火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秦刚就成为了所有人的敌人 想不出事啊都难 另外啊 在这篇专栏文章里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 是什么呢 我总结起来一句话 那就是啊 秦刚必须贪污 什么叫他必须贪污啊 你看这个事已经拖了已经一个月了 是吧 和傅耀田这个事 你说是完全假的 也不太可能了 是吧 这种情况下 秦刚你说他怎么能够回外交部上班 没法回去了啊 这一点这个态势啊 这个气场已经形成了 你看这个谢峰在阿斯坦这个会议上 接受主持人提问的时候 别人把秦刚称为前万丈 你说谢峰笑的那叫一个灿烂 他敢这么笑 就说明他心里有底 秦刚这事啊 小不了 外交部他是回不来了 所以他才敢这么笑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他必须贪污呢 那就是习近平啊 还有党的这个体系 他不能允许一个高级官员 仅仅因为有婚外情 有男女关系方面的不妥当 而去职或者查办 必须得加上经济问题 如果仅仅是因为啊 男女作风问题 没有管好自己的老二 就给他啊 下重手的话 那开不了这个头 开这个头以后 你得让上上下下啊 我党的这些干部 军心就乱了 心里就不踏实了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 为了党和 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 为了干部队伍的稳定 也得给秦刚安上一个贪污腐败的一个罪名 这样才好把他拿下 仅仅用婚外情拿下 这事太伤人了 对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利啊 这一点我认为是交手感 非常非常啊 有洞见的一个地方啊 当然他也对比起以前的两个涉及中共官员的桃色事件啊 你比如说彭帅和张高丽啊 还有前不久的胡继勇胡总啊 和那个底下那个部门那个小姑娘 对吧 哎 这几个案子也有不同之处 在那两个案子已经发生的 就是说啊 张高丽和彭帅 以及胡继勇和他的下属啊 牵手门这个事件里面 那些女生啊 都是公共舆论鞭挞的对象 因为中共这个中国的体系 这个儒家文化嘛 这个红颜祸水的这个理念啊 是深入骨髓的啊 老百姓一听这事都说 哎呀 彭帅把张高丽给坑了啊 或者说哎呀 这个底下这个小部署 把胡总给坑了啊 人家国企的老板 老总当的好好的 就因为牵牵手没了啊 果不其然 双开 开除公职 开除党籍啊 很惨啊 很惨 在那两个事件里面 他们都公众舆论 把碰击的这个焦点啊 集中在了女性身上啊 颇有一番那种叫什么啊 完美受害者那个情节 那就是说啊 把事情都堆到女人头上 但是秦刚这个事不一样 那就是他自己要 承担主要的责任啊 这也是这个啊 就说个非常好的观点之一 那既然提到了彭帅和啊 胡总胡继勇这个事项 我也想加一点 那就是好多事项 没法看核定本 看了核定本以后 那真得是让人心胆俱寒 没有心思好好地干革命工作 你说你胡继勇 不就是和女朋友 在太古里牵了个手吗 他俩没有孩子 是吧 没有爱情的结晶 牵手前一天晚上 他俩干啥了 也没证据 没准人家俩就正是把你抄党章 抄了一晚上呢 对吧 但是秦刚和傅小田肯定没抄党章啊 抄党章是抄不出来革命结晶的 傅小田和秦刚已经有了啊 这证明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 是有生物学的基础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把人家牵手的胡总给搞了个双开 这秦刚这个 你真的漫天最后让他官复原职 或者换个地继续当官 那说不过去啊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你说革命队伍内部 大家能不有想法吗 哦 就是因为他是你的亲信 他是你提拔起来的啊 所以他怎么整啊 整凤凰卫视的女主播 还整出孩子来了啊 你都不搞他啊 你也没有像对待胡总那样 给他搞双开 你这不就是群带关系吗 这还哪哪有半点啊 公开公正透明的干部管理和评价体制的这个影子 没有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会对体制的这个信心啊 降到谷底啊 最后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大家都觉得倒霉是因 这个最后被法办是因为倒霉啊 不是因为他真的犯了错 仅仅是因为他没跟对人 那这种情况下 对这个啊 反腐也好 对更宏观层面的政府治理也好 那都是啊 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那从这个角度讲啊 什么这个打药管党 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果人心散了啊 对我没法带了啊 他就会呈现一个由内到外逐步溃烂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啊 那真的是要考验啊 中共这个最高层啊 到底怎么能够处理好清刚和傅小田这个事件 那那真的是考验人的智慧的时候了 那今天啊 主要介绍了John Shogan这篇文章 有意思 当然他最后啊 还提到一种啊 中国这个模式啊 他不但是在自己96 900历数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上适用 他还试图啊 对外输出这种管制模式 他观念词是两个 Security 神经兮兮 神秘兮兮 还有个叫Unaccountability 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模式 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 秦刚这个事 难道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好的写照吗 这种模式你要推广到海外 推广到全球 那对全球是福是祸 那中国的崛起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不是一个良善的力量 大家都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是这些年啊 中国在输出自己的管理模式上 也已经走出了新路 原来啊 在李源潮他们在位的时候 你看他们还真有一些学习的精神 比如说 这个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 也有一些什么县长班 到后来 这个县长都不够用的了 莫名其妙的一些县态爷也都来了 甭管真的假的吧 人家至少还装模作样的来美国学习一下 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方式应该是啥 你包括那个 那个后来派到武汉去的那个老刑警出身的 武汉市委书记是吧 那也是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过公共管理的 对 我说的就是那个王忠林啊 王忠林刑警出身的这个我党干部啊 最后去武汉啊 发现他在美国学的这一套 在武汉根本用不上啊 他悍然封城啊 然后要搞感恩 要让武汉上上下下感激共产党 那这是王忠林在武汉干的啊 提到这个就是讲 中共在对外的关系方面 这种互动的模式方面 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 前些年还知道学一学啊 除了在美国啊 哈佛这些地方学以外 在这个啊 新加坡还办所谓的市长班啊 新加坡也被邓小平视为华人社会的 典范啊 但搞来搞去 现在中国要对外进行反向输出 反向输出的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神秘兮兮 加不负责任的这样一种态度啊 这说个啊 用倒推的方式 从现在的秦刚事件往回推啊 比如说啊 疫情到底怎么回事 数据并并立啊 统统不公布啊 再往前推进 比如说国防 中国的这个啊 啊 核武力建设到底怎么回事啊 让英国的这种啊 外加大臣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啊 国防官员都大声疾呼啊 中国啊 你得给我们个说法 到底怎么样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种中国的治理模式的输出 哎呀 他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那真的是难说 那当然从表面上 秦刚到最后 他的个人命运啊 会变得无关紧要 因为我党啥都缺 就是不缺当官的啊 习中赌部也会很快 从啊 候选者当中挑出一个来 顶了秦刚就是了啊 这不是世界关注的焦点 或者说不是最重要的焦点 最重要的是啊 习本人以及中共 似乎根本就不太关心 他们有没有这个必要 向外界解释一下 自己的外交部长 消失这么长时间 干啥去了啊 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这种担心 也不觉得自己有这种义务 更不觉得只有自己有这种责任 这才是让全世界 特别紧张的地方啊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介绍 华人士尔邮报的专栏作家 Jall Rogan 写的关于秦刚失踪的文章 希望您喜欢 我们也希望您在节目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消失了这么久的秦刚 他到底去哪了 您的真知灼见 精彩的部分 我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 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 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 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 进行全天候播放 这里是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 全球权威媒体 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权威独家分析 如果我们的内容 对您有价值 请订阅我们的内容 秦刚成重大负资产 美前高官 离奇消失 以严重影响中美高级往来 白宫默认王毅接手工作 根据南华早报消息 自6月25日以来 中国外长一直为公开露面 这对北京与华盛顿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 由于健康原因 中国外长的失踪 阻碍了双方在11月习近平与拜登会晤前 就一系列问题取得进展的能力 美国分析人士和前官员说 鉴于美中两国领导人 预计将于11月举行会晤 而在此之前 正在进行微妙的外交活动 如果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长时间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可能会对美中关系 产生有害影响 与习近平主席关系密切的秦刚 自6月25日以来一直未公开露面 这引发了全世界的谣言和猜测 中国官方将其缺席 归咎于未说明的健康原因 但本周 外交部在每日新闻简报会上 拒绝提供有关秦状况的信息 随后又从官方记录中删除了这一问题 使谜团进一步加深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常务董事 罗里·丹尼尔斯 罗里·丹尼尔斯 说 对我来说 这揭示了我们对中国精英政治知之甚少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常务主任 罗里·丹尼尔说 在习近平是否将于11月 赴美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 可能成为议程项目的情况下 无法接触中国外交部长 这无疑是一个尴尬的时机 迄今为止 中共外交政策负责人王毅 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介入 包括在印尼举行的地区外长会议 和美国高级官员的访问 分析人士说 虽然人事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 但秦刚的外交职务 使其缺席具有更大的全球意义 去年11月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印尼共同制定了一份路线图 其中包括阶梯式的部长及护访 目的是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前 建立信任 但2月初 中国的一个侦察气球 在穿越北美时被击落 这表明两国关系的脆弱性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将原计划的北京之行 推迟了4个月 这反过来又压缩了后续访问的时间表 而随着中国官僚机构的重组 秦刚的缺席 可能会进一步阻碍访问的进行 李杰对中国人来说 总是比对外国人更重要 中越战略咨询公司负责人 杰弗里·莫恩·Jeffrey Moon 说 有些重要的问题 外交部长会权衡利弊 传统上 外交部长负责监督 重要双边会谈的大部分程序 外长通常会立即考虑 邀请哪位美国官员 如果有的话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会晤 据报道 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Gina·Raymondo将是下一位 此前布林肯将于6月18-19日访华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Allen将于7月6-9日访华 气候特使约翰·克里 John Kerry 本周刚刚结束访华 秦刚的退出 预计不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瑞安·哈斯 Ryan Hess 说 如果我们假设秦刚不会回来 他始终是中国战略的执行者和阐述者 而不一定是战略的设计者 显然 拜登政府为与秦刚建立关系 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而这种关系将会失去 但我们可以认为 王毅将接过这一重任 我们已经和他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 即便如此 任何离职 都可能削弱中国在全球的外交存在 直到选出阶梯者为止 因为中国政府 现在只有一位 而不是两位高级官员 代表中国出席重要的外交会议 而没有明确解释发生了什么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亚洲项目主任邦伊格埃斯说 他是一名高级外交官 这一事实 意味着 这将吸引世界各国的关注 人们会做出判断 得出自己的结论 此外 协议细节也有自己的分量 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 秦刚离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也可能影响到 其他外交和官僚问题 秦在上任前 是中国驻美国大使 他与外国同层 建立了个人关系 而这些关系必须重建 他还很可能在中国外交部 结交了一些盟友 这些人可能会被取代 从而造成官僚主义动荡 而其他决策 从先使馆的资金 到设施管理和员工福利 都可能被推迟 分析人士说 同样面临风险的 还有习近平拜登阶梯式关系的 另一个目标 工作层面的会晤 这些会晤 可能会在11月的峰会上达成协议 虽然拜登政府 不太可能在降低前唐纳德 特朗普政府征收的 关税问题上让步 但在其他问题上的谈判 可能会放缓 比如说 降低反锁的签证要求 增加人员交流和直行 如果两国领导人会晤 这些都是可交付的成果 美国也必须做出调整 曾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 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的哈斯说 白宫很可能正在试图找出哪些沟通渠道 仍然畅通 以及哪些中国官员将推动这一进程 可以肯定的说 人们可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高度好奇 周五 在广泛讨论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时 布林肯拒绝谈及秦刚缺席的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留给我的中国铜墙去处理吧 中国官员突然缺席的情况由来已久 而且往往无法解释 这在中国政府反腐运动最激烈的时期尤为明显 但这次的情况更加明显 因为秦氏中国的对外形象代言人 尽管级别较低 但他比习近平或王毅更经常出现在国外 风险咨询公司 Aerolus副经理布洛克埃达尔·布洛克尔道 说 在当今中国 无论是对高级官员个人生活的保密 还是他们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都不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他列举了习近平本人 在2012年无故缺席两周的事件 以及公安部副部长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 在2018年9月失踪 一年多后 在其腐败案审判中再次出现的事件 对中国宣传进行监测的埃达尔指出 北京的审查人员 一反常态地允许在网上对秦的失踪进行一些讨论 导致舆论超过了任何官方解释 埃达尔说 谣言往往会填补官方沉默所造成的空白 导致整个叙述 至少暂时脱离了中国政府在国内外的控制 他补充说 这可能会给中国的外交战略带来不确定性 关于原因的各种猜测 层出不穷 从所谓的婚外情 政治内斗到真正的疾病 不一而足 对北京来说 重要的是要确保习近平被视为受人尊敬的全球领导人 而不会因任何意外要求或不良宣传而感到尴尬 白宫希望证明拜登能够负责任的处理这一重要关系 在2024年大选临近之际 与共和党同行形成鲜明对比 双方还必须预测和应对台湾1月份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 哈斯说 再可预见的未来 这将是一幅复杂而混乱的局面 这里是中国简报 如何驾驭摆动的中版世界 日经亚洲报道 世界正在地缘政治 经济政策和社会规范等各个领域发生重大变化 瑞典可能加入北约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举动 将减少俄罗斯与北约在波罗的海的缓冲 经济政策也在不断发展 发达经济体拥抱国家资本主义 以与中国的产业政策竞争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推动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新资本主义 社会政治变化包括推翻罗伊素 韦德和排斥移民和少数民族的运动兴起 在这个规则和价值观不断变化的时代 世界正在摆脱简单化的概念 寻求新的共识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国零售业主提供租金折扣 以预防租户外流和空置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的房东正在提供租金优惠 以防止零售空间出现更高的空置率 因为消费者支出仍然低迷 非中央商务区发现 很难维持租户或吸引新品牌 因为他们偏爱客流量大的黄金地段 这些零售空间充满挑战的形式 反映了中国疫情后复苏的不平衡 消费疲软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以及房地产市场风险 房东正在提供租金折扣 以应对商业房地产市场的悲观前景 这里是中国简报 游戏规则改变者还是白相 中国用700年来的第一条运河 关注东盟 南华早报报道 平路运河的建设已经开始 这是中国的一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将连接广西西南部地区 与北部湾和南中国海 这条135公里长的运河 预计到2035年将运送1.08亿吨货物 到2050年将运送1.3亿吨货物 并将大大降低 从中国西部到东南亚市场的货物运输成本 这条运河是中国加强联通性 和加强与东南亚经济联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美国试图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之际 然而 人们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提出了担忧 这里是中国简报 报告称 中国可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南华早报根据一份新报告 与美元和欧元等货币相比 中国有机会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阿根廷 巴西和俄罗斯等国已开始更多的使用人民币 与中国进行贸易 但对人民币的稳定性和可兑换性 以及中国的资本管制仍持怀疑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 Ramny University的一份报告 根据其在国际贸易 外汇储备和交易中的使用来衡量人民币的国际化 发现人民币去年的得分仅为6.4分 满分100分 这里是中国简报 阿里巴巴表示将持有其蚂蚁金服股份拒绝回购 南华早报报道 阿里巴巴表示将持有蚂蚁集团的股份 拒绝参与金融科技公司提出的股份回购 蚂蚁集团在2020年11月以370亿美元出售股票失败后 近三年来一直受到监管审查 蚂蚁金服将寻求再次上市 而中国政府已对私营企业表示支持 鼓励股东加大力度 富豪证券香港董事总经理谢明光表示 通过中国简报 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 综合和总结来自个众来源的最重要信息 包括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 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7月23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王毅与秦刚 个人风格与权力 就治理与新世界的冲突 中国外交系统的权力架构 和平 老宗 中国外交系统的权力架构很特殊 前任外交部长王毅 目前是政治局委员 担任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是外交系统名义上的最高领导 现任外交部长秦刚 是国务委员 假定他目前还没有被免职 与王毅的级别同为副国级 是管理外交部具体事务的最高领导人 打一个比方 秦刚的级别与王毅相同 但是却像汉堡里那块肉饼一样 将前任外交部长王毅 与外交部的老部下这两块面柄隔开 那么王毅与秦刚 谁才是拥有外交事务最终决策权的人呢 都不是 王毅叫秦刚岁数大 经验多 但是王毅与外交部的老下属 被秦刚所隔断 秦刚叫王毅岁数小 经验少 领导的多是王毅的老下属 二人同为副国级 级别相同 都能做决策 就相当于都不能做最终决策 因为二人势必有权力之争 造成互相制衡和监督的局面 有了冲突 习近平就能以裁判的角色 牢牢掌控中国外交系统 拥有最终决策权 外交系统这样的 双头汉堡式权力布局方式 始于五年前 当时 杨洁篪处在王毅现在的位置 王毅处在秦刚现在的位置 杨与王 一个谦和 一个战狼 一个内敛 一个高调 二人都不是习近平的亲信 习近平却通过独特的权力布局方式 大体上掌控了外交系统 权力制衡 互相牵制 互相监督 这些古老的权力布局 思想几千年前 在东方和西方就已非常成熟 在中国明代和清代 更是发展到极致 皇帝通过一方面制造矛盾 一方面调解矛盾 牢牢掌控着最终决策权 那么这一次 为什么中国外交系统的问题 直接爆发 矛盾直接激化 最高决策者迟迟拿不出一个解决方案呢 答案是时代变了 旧的治理模式与新世界格格不入了 首先 古代的中国是封闭的 官员出问题都是在国内 皇帝容易发现 事前好预防 事后好掩盖 其次 古代的中国没有新媒体 使得皇帝在搞清楚问题 充当权力冲突裁判之前 各种各样的消息 就已经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导致裁判出面调解矛盾 让双方继续斗下去的可能性 基本不存在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 完成了权力集中统一 在很多领域的权力布局 都如外交口一样 互相牵制 监督 这或许是习近平多次提倡 发扬斗争精神的根本原因 但是如上文所言 旧的治理模式与新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未来要么会有更多的秦刚事件爆发 要么习近平需将中国改造成 北韩那样的封闭体系 没有自媒体 甚至不需要驻美国大使 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仔细想想 互相牵制的双方 以及最终的裁判 都是聪明人 聪明人聚集在一起 却造成了这样一个愚蠢的结果 值得反思 也希望有事之事 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不过话说回来 聪明到被人一眼看出来 顶多也就是小聪明 放眼世界 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面临的根本问题 就如本文标题所言 是旧的治理模式与新世界的冲突 政治上的现代化和文明化 才是大智慧 普京对习近平仍然有用吗 纽约时报 谢尔盖拉秦科在纽约时报上写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应该铭记中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与其他国家相互对抗的历史 他选择与中国结盟对抗美国 1969年 毛泽东在与苏联发生冲突后向美国伸出了援手 而邓小平后来则转向美国 以对付俄罗斯这个北极熊 习近平主席现已拥抱普京并谴责美国 但中国共产党有着利用友谊的记录 中国基本上避免了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发生冲突 并从俄罗斯能源产品打折中受益 与此同时 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拉秦科警告说 只要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就会站在普京一边 但两国之间没有好感 只有冷冰冰的现实利益 日本可能会在中国入侵台湾期间向台湾提供援助 电报 日本防卫大臣表示 如果中国入侵 日本可以向台湾提供支持 他表示 如果台湾能向乌克兰在俄罗斯侵略期间 获得同样水平的国际支持 那么日本很有可能提供某种形式的援助 他承认 这种支持的性质尚未确定 但表示这需要日本人民的共识 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 北京声称这个民主岛屿是自己的 并且不排除入侵的可能性 日本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重新军备感到担忧 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军费开支增加60% 冲绳县公国岛居民对中国与西方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具有担忧 公国岛距台湾海岸仅70英里 其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军事前哨 岛上部署导弹系统和其他军事设施引起了当地人的担忧 担心该岛可能成为战区 同样 冲绳也有人担心它可能会再次成为战场 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 冲绳县知识呼吁减轻该省驻扎美军基地的负担 这些基地占助日美军使用设施的76% 李文因其对全球华人社区的鼓舞而被人们铭记 南华早报 已过流行歌星李文于7月5日去世 享年48岁 他对华人社区留下了持久的影响 李文代表了一种泛华人身份 超越了中国大陆 台湾和香港人的简单群体 李对自己的华人血统的接受 成为了海外华人社区的鼓励人权 激励许多人克服种族障碍 他是唯一一位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表演的华裔歌手 他展示了自己的文化 让很多中国人也感到自豪 李文的音乐和风格充满活力和时尚 融合了西方和中国的影响 他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表演 被视为华裔美国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向李文表示敬意 许多人希望新一代的中国艺术家 能够延续他作为文化偶像的遗产 中国高级外交官提议与日本 韩国举行会谈共同社 路透社 中国外交官王毅 在印度尼西亚与日本外相会晤时 提议中日韩举行高层会谈 该提议被视为这三个国家愿意恢复谈判 据报道 日本正在加紧准备工作 以期在年底前实现这一目标 该提议是在中国军事自信日益增强 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提出的 将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放射性水排入大海的问题 可能成为阻碍三个国家领导人 尽早会晤的一个癥结所在 领导人最后一次会面是在2019年12月 澳大利亚前海军陆战队员被指训练中国军队 得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支持 悉尼先驱晨报 一名前美国军方高级成员对澳大利亚公民 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丹尼尔杜根表示支持 他因被指控十多年前训练中国军事飞行员 而目前处于最高安全级别的关押 杜根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自去年10月以来一直被拘留 他的律师表示 他们将对他的引渡提出质疑 理由是此案具有政治性 而且澳大利亚不存在针对他的指控 美国希望在不寻求美国授权的情况下 引渡杜根 以训练中国飞行员 中国恢复对新加坡 文莱公民15天免签入境 路透社 中国将从周三开始 对新加坡和文莱公民 恢复15天免签入境 为了防止疫情传播 签证在三年多前被暂停 新加坡和文莱公民持普通护照 可免签入境 包括商务、观光、探亲访友、过境等各种目的 中国于3月份再次开始发放旅游签证 并一直在为其公民寻求 前往新加坡的免签证旅行 台湾可能即将在中美洲 失去更多外交阵地给北京 南华早报 随着台湾在该地区的盟友转而效忠中国 台湾面临失去中美洲议会 永久观察员地位的问题 取消台北观察员地位的提案 是尼加拉瓜提出的 此举出台之际 台湾在中美洲的地位 已经受到下个月威地马拉总统决选的威胁 其中一位竞选者承诺 与北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如果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 台湾在中美洲的外交 存在可能会被消灭 该议会总部设在威地马拉 是唯一与台湾有正式关系的议员 近年来 多米尼加共和国 萨尔瓦多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和巴拿马 都承认北京 该提案预计将在议会 8月复会时获得通过 台湾外交部指责 尼加拉瓜试图讨好北京 以获得解决其经济问题的 援助和政治支持 不利于商务和娱乐吗 香港的签证规定将越南游客 送往其他地方 南华早报 商界领袖和旅游业利益相关者表示 越南游客前往香港的签证要求 阻碍了人们前往香港的旅游 该市正在努力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 以促进大流行后的恢复工作 香港的签证要求被认为复杂且耗时 申请人被要求提供过去十年中 去过的每个地方的记录 越南香港商会秘书长黄永怡表示 商机因此被转移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 G20能源部长 卫能就终止化石燃料的路线图达成一致 南华早报 在印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二十国集团能源部长 卫能就逐步淘汰全球能源结构中 化石燃料的计划达成一致 最终声明没有提及煤炭 煤炭是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 经济体的主要能源 活动人士批评卫能就到2030年 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两倍和能源效率 提高一倍等目标达成一致 七国集团领导人五月同意加快淘汰 为减量的化石燃料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 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 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和动态3w.6dobrief.com 大家好 欢迎回到世界的中国节目 这几天我密集的聊了 秦刚和傅小田的这个事情 以及秦刚的消失 对国内以及国际政治 正在造成的巨大影响 但是观众那颗八卦的心啊 是怎么挡都长不住的 在后台很多人问我 那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拜托 我哪知道是谁的 连习主席都不知道是谁的 我是哪知道去 但是是谁的我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 不是我的 大家满意了吧 那今天呢 我要来给大家介绍 非常高冷的英国周刊 经济学人上了一大篇文章 谈青钢 这里面角度非常的刁钻 视角非常的独特 有意思 很多时候啊 我们自己看自己啊 是看不清楚的 中国有句古话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自己说自己啊 有逻辑的怪圈 有知识的局限 有视野的限制 很难 别人看 反而能看出很多的究竟 那在谈 经济学人这篇文章之前 我们大概得看一下 外媒对秦刚这个事情的态度啊 非常有意思 非常两波 一波啊 是比如说印度 还有美国的这些反动媒体 什么自由亚洲之声 他们都点名谈了 傅小田和秦刚消失的关系 那里面啊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视角 但是 欧美的主流杂志 比如说 CNN 比如说 Wall Street Journal New York Times 包括我今天要说的经济学人 都对傅小田三个字啊 只字未提 为什么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 欧洲主流 欧美的主流媒体啊 对证据的踩信 这个标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虽然从逻辑上看 从人情事故上看 好多事项是有联系 但是在重大的关键时刻 比如说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秦刚的 比如说 傅小田和秦刚到底有没有婚外情 没有特别硬的证据 仅凭网上的一零半爪的那些照片文字 不能形成真正的证据 所以他们不敢用 这是从专业的角度看 他们不敢用 另外一条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害怕北京的报复 这些年啊 北京对外国记者 那是狠上加狠 硬上加硬 很多时候原来那种客气的外表背后 隐藏的那颗鸡贼的心 现在连掩饰都不想掩饰了 对外国记者可以说 冷嘲热讽还算轻的 动辄就驱逐 吊销签证 这实在是家常便饭 最近两年中美两国之间 最激烈的 最令双方难以忍受的这个争斗啊 就是围绕着新闻记者的签证 是不是给他续造成的 美国啊 动手也挺狠 限制了很多中国记者的签证 美国啊 中国啊更狠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立马驱逐 那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习主席的头号爱将 外交部名义上的掌门人 谁敢在没有确夺证据的情况下 拿这个事儿上自己的头条 不敢上了以后 立马驱逐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专业的还非专业的两个原因 导致了外媒啊 轻易不敢提傅小田这三个字 但是这里面说实话也挺蹊跷 也挺蹊跷 你说欧洲的记者 欧美的主流记者写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完全违背了职业道德呢 未必 我们看这么几个现象 傅小田和秦刚的关系这事儿 成为了网民 海内外媒体 以及政界 尤其是外交界 关注的焦点 这个事儿是事实吧 对吧 那这个事儿本身啊 他也有新闻价值 另外 在外交部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已经有外媒 好像还是挺知名的外媒 比如说Financial Times 路透社 有个别记者啊 已经开始问傅小田和秦刚的关系了 外交部不与置评 这也是事实吧 这个事实啊 也构成新闻点 还有第三条 原来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 原文照灯 通常都会24小时之内 出现在外交部的网站上 但是这次涉及秦刚 健康问题 有关提问和回答都删去了 当然也删去了 任何提及傅小田的这种信息 那根据我们对中共这个宣传体系 国际传播体系的了解 他删的通常都是真的 他天天放头条 而在那里大声疾呼的 恐怕别人听不见的 通常都是假的 那按照这个惯例 他把这个东西删去了 他也是新闻 所以我认为啊 在可写可不写的情况下 西方媒体采取了一个特别安全的做法 这里面的手法啊 尺寸啊 值得玩味 扯了这么多 我们来看经济学人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的视角啊 是从在华的外交官 以及在华的外国媒体记者 这个角度来写的 那就是这几天啊 这些外交官们 这些记者们都在自己啊 贵宾实力 在自己的啊 查实力 冒着北京的酷暑 躲起来 就讨论一个话题 那就是秦刚到底怎么了 什么时候能出来 这次离开啊 公共视野将近一个月了 三个多星期吧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还会不会官复原职 他的离去啊 到底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意味着什么 文章很长 我就摘取里面比较有意义的视角 有趣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比如说这篇文章就说 不管秦刚将来的命运如何 这三个多星期的消失 他是一面镜子 造出了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 他到底是个什么风筛 那就是啊 能不让你知道 他就不让你知道 神秘 不透明 不值一词 这一点也让中国的官场和国外的官场 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事件 在海外大家讨论的是什么 比如说说拜登 你看动不动说错话 而且错的特离谱 特朗普就更是了 当西方的政客被批评言行不检点的时候 中国的这些政客被大家关注的不是言行不检点 而是没有言行 他人间蒸发 悍然消失 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每个人仿佛都是徐志摩诗歌里的主角 这说的是中国人 似乎啊 这些外国媒体和这些外国外交官感觉啊 中国共产党似乎又回到了1950年代那个调点 那就是大家金若寒蝉 能不说就不说 恐怕自己说错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风格 对外部世界展现自己风范的调点 已经倒退了60年 甚至70年 70年吧 50年代吧 70多年回到了上个世纪的中叶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外交官和报告记者 就忙着compare notes 就是对照自己的笔记 看看到底秦刚消失之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是什么 他拒绝了谁的采访 他拒绝了会见谁 希望能从这些蛛丝马迹里面能够推测出秦刚到底为什么失踪 以及到底能不能够回来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忧 那就是根据中国非常残酷无情的宫廷政治这个传统看完 如果秦刚回不到外交部 成为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 没官当了 那这个事情啊 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因为中国的官员 大家看的不是他个人 而是他看他背后的主人是谁 他的老大是谁 看他的下属是谁 甚至看他的家庭成员是谁 因为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一人失道鸡犬都要发出自己的悲鸣 这是中共这种体制下 大家能得出的唯一一个结论 而且现在令人不安的是 关于秦刚的消息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并没有彻底被删除 这种刻意的不删除 这种刻意的疏漏 到底是真的疏漏呢 还是秦刚的政敌 在千方百计在整他 就是要利用这种故意的疏漏 向外界传达出一个信息 秦刚的敌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中央老大可能会彻底抛弃他 那这种可能性 也是在京的外交官和媒体记者 担心的焦点 还有另外一个视角 外国人看这些中国当官呢 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 即使秦刚真的是因为身体不好 但是这种情况下 外交部发一个正式的声明 说他身体不好 也能从很大程度上扑灭 现在这个熊熊燃烧的谣言之火 但是恰恰没有人这么做 这更奇葩 当然在中国的政治体系内 身体不好 和搞男女关系 和贪污腐败一样 都是预示着一个官员 试图不再被看好的 一个最顶尖的标志 和观察的窗口之一 外国记者甚至说 他说你看一下中国领导开会 一眼望上去 是黑压压的一片 啥呀 都是黑头发 他们都主动的染自己的头发 再来参加会议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上面的领导 还是同僚 还是老百姓 都不希望看到他们白发苍苍 看到他们新疆旧木的那个样子 燃也要染出一片青春的风采 登上台 神采奕奕 那才是他们应该给大众传达的形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说秦刚病了 又没有相应的声明 而且主动说他病了 岂不更是想说他不行了 这样一个前兆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秦刚的健康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也成为西方的媒体和外交官 在北京谈论的焦点 那这篇文章给我最深的另外一个印象就是 他们用非常严格的西方或者说英文世界描述事情的习惯来谈这个问题 那就是秦刚到底是不是战狼 Economist 经济学人说他不是 强硬不意味的是战狼 所以用战狼这个词贴到秦刚身上是misleading的 那是有点牵强附会 也是有很强的误导性的 那是有很多中国的外交官 当然这个Economist没提了 你比如说中国驻法国大师卢沙野 比如说还有其他赵立坚 这都是战狼 但是秦刚还真不是 秦刚远比战狼要更sophisticated 就是更有城府 学养也足够 一般的战狼是干啥呢 这些战狼和街上抠着脚卖西瓜的老大爷 插不到哪去 无非他就是多读了几本书 在外交学院 在国官学院多读了几年书而已 但是他们认识世界的角度 认识世界的深度 都差出很远 甚至不能看作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这些外交官真正的战狼 他们通常是根据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信息源 来编造关于美国 以及欧美国家 这些政客国家治理方式 以及对华态度的一些阴谋论 这些阴谋论来自哪呢 都是在网络上胡搜一切 和一个网民到网上 到网上胡乱搜集信息 没有太大的区别 要不然他们就直接去 今日俄罗斯 去看俄罗斯的这种 Disinformation Agency 俄罗斯的这些假新闻制造单位 他们造出来的例子都被中国的这些战狼们 照单全收 但是秦刚不属于这里边的遗言 因为他既有个人魅力 又有当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 应该展现出来的务实精神 里面最明显的例子 我想这些可能只有外国记者 才能够记载下来 那就是2017年11月的时候 川普访问北京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川普的白宫幕僚长 John Kelly 和中国的安保人员 产生了冲突 甚至一度有肢体的冲突 那意思就是要打起来了 秦刚作为负责礼宾司的主要官员 马上介入 化解了这场可能到来的冲突 让这个事情消弭于无形 所以他本人是有处理一定危机公关的能力的 那除了这种软的一面 他同时也体现出硬的一面 比如说在2021年3月的时候 当欧盟驻中国的大使被召见 而且是半夜被召见 问题是什么呢 欧盟通过了有关旧新疆问题 对中国进行制裁的相关决议 那欧盟驻中国的大使 就被中国被秦刚召见 说白了 就是要抗议或者要训斥他 大晚上的Mindnight 大半夜 欧盟驻中国的特使不想去 秦刚竟然做出了什么事情 他警告欧盟驻中国的代表 说你要考虑欧盟代表团 这次来中国的可能的后果 如果你不来的话 另外 如果你不来 那我们就无法保证 你的中国雇员将来的人身安全 哎呀你看 这种威胁我们只在好莱坞大片 以及美剧里面看到过 Economist 经济学人如果不写 我们都不敢相信 秦刚竟然能发出这样的威胁 这就说明他不是传统的战狼 需要展现出狼性的时候 秦刚比狼还狼 不需要展现狼性的时候 秦刚就是指小绵羊 所以他有刚柔相继 可软可硬可进可退 能屈能伸的一面 这方面他比赵立坚 比那些所谓的卢沙野这些人 强出很多倍了 那甚至 这个narrative 就是说这种叙事方式 秦刚也有自己独特的发明 比如说他就警告 他的西方同行 说 你们不再是八国联军了 我也不是李鸿章 那意思就是想让我卖国求荣 对不起我做不到 对于记者这个行当 秦刚特别的蔑视 当然这是西方媒体 那这一点可能来自于秦刚 刚刚卖出大学校门的时候 那段不愉快的经历 他在一个美国的媒体 驻京办事处里面 当新闻助理 大家都知道 在外媒 北京的办事处当助理 那是只干活 不图名不图利 就拿一点钱 不薪资也不高 而且没有署名权 那这种情况下 那几年秦刚 就和其他千千万万 屌丝大学毕业生一样 看着自己的作品 看着自己做出的努力 被他的外国同行拿去发表 拿去 从上级那 邀功勤赏 从上级那 要高危补助 在北京也有高危补助 因为雾霾高 实际上很多活 都是这些 中国籍的新闻助理干的 而且 这帮外媒记者 在中国 那也是吃香的喝辣的 整天下边就泡在三里团 吃香喝辣 还不耽误他泡牛 我估计 秦刚那时候 就是对这帮外媒记者 羡慕嫉妒恨 等到后来 人家多年的媳妇 凹成婆 人家成了外交部长 就管你们 所以他无时不刻 不流露出对外媒 助经济者的那种蔑视 这也是 秦刚非常有趣的一点 这就是经济学人 对秦刚消失的一个总结 最后一句话 特别有意思 说 When clever candid officials vanish they are missed 当又聪明又诚实的官员 消失的时候 人们总是怀念他 你看经济学人 对他这个定位 还是挺高的 那这篇评论 经济学人评论 和我昨天的节目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昨天的节目说 傅小田和秦刚 都属于财不配位 那就是挺拙劣的 只能打49分 连50分到不了 那你说 我和经济学人 谁更有道理 我认为都有道理 经济学人讲的 秦刚比较强的一面 就是能屈能伸 软硬兼施 这些都会 而且有一定的学术背景 是吧 而且上来就把赵立坚干掉了 人家肯定不是战狼 那这些都是真的 那我主要批评的 实际上是秦刚 在公开场合 在媒体上的亮相 不管谈乌克兰 还是谈中国的对外关系 秦刚还有那个台湾问题 秦刚表现的都不好 但不好呢 他不是秦刚的个性问题 而是整个中共领导体制 中共目前这样一个 对外发声的系统 一个共性的问题 你说乌克兰这个事情 乌克兰是被侵略者 俄罗斯是侵略者 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被全世界接受的前提下 你能让秦刚能说出话来吗 他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是正常的 所以在这方面 他只是没有表现的 比别的中共外交官僚 更聪明 更有实力而已 这一点上 咱们也要实事求是的说 好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明后天 咱们看看 秦刚和非耀田 是继续神隐 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消息出来 欢迎您给节目点赞 并且留言 谈谈您对秦刚非耀田 这个事件最新的看法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